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我們這集和大家提一個案件, 這個案件竟然是有個大陸的十七歲女高中生, 竟然為了一百元就上了她四十五歲鄰居那張床, 半年之後女仔竟然離奇失蹤, 她爸媽找了她近十個月都沒有任何結果, 到底她去了哪裡呢? 我們一齊看看這個案件的來龍去脈。 2013年6月, 在定邊縣海展良村的村民鄭大爺 去到農田附近的一個廢棄的老基井旁邊, 打算把自己家裡耕田那塊地淋淋水, 但是當她打開水泵的時候, 發現水管下面的井口竟然塞住了, 一滴水都出不來, 她就以為是長期沒人用, 搞到水井塞住了, 於是她準備對井裡的堵塞物進行清理, 但是當她用力拉扯的時候覺得, 哇, 為什麼這麼重呢? 突然之間又嗆了一聲, 一個物體被他扯了上來, 而且這個所謂的物體竟然是一隻人腳來的, 這個時候鄭大爺嚇到雲飛拍散, 手都震了, 打電話找公安報警, 警方接到通知後, 馬上趕到現場, 為了保證剩下屍體的完整性, 警方決定將整個機井挖開, 而隨著挖掘工作進行, 有一句屍體終於顯露出來了, 而且是頭向下, 腳向上的姿勢, 由屍體的衣著和頭髮判斷, 這個死者是一個年輕女來的, 而在警方以為打鬧結束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個和屍體相連的物體, 一個還掛著持帶的胎兒, 你沒聽錯, 是掛著持帶的胎兒, 這個發現, 令到在場所有的人都好驚, 後來經過法醫的初步鑑定, 死者是一個20歲左右的孕婦, 懷孕大概是6個月, 這個事件在村內令到村民都好擔心, 村民在罵到底是誰這麼喪盡天良, 連大婦和未出生的寶寶都不放過, 不過雖然又生氣又害怕, 他們反而又開始在猜, 這個大婦是誰為何會在井出現呢? 於是警方亦都開始展開調查, 而就是他們不知怎樣查下去的時候, 突然想起去年原來有一宗失蹤案, 在2012年8月, 鄭小花的父母就去到警局報案, 他們就說自己十七歲的女兒鄭小花失蹤, 在警局中, 鄭小花媽媽哭了, 說他們小花小時候好懂事, 知道他們打工不容易一直都好乖, 為何會無緣無故失蹤呢? 其實一般的失蹤案件多數都是跟周圍的人有關, 於是警方決定了, 對鄭小花的老師甚至同學進行一個走訪調查, 他的班主任李老師回憶, 他說鄭小花是一個特別的小朋友, 為何特別呢? 就說他學習很勤力, 經常幫其他同學, 在他印象中沒有什麼異常的地方。 而且鄭小花的同學王麗亦表示, 小花是他最好的朋友, 無論他有什麼心事都會跟他說, 說沒有發現這段時間小花有什麼不同, 而根據老師和同學所提供的證供, 警方找不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鄭小花就好像人間蒸發了, 沒有任何消息。 後來這具屍體亦都放了一段時間, 而調查人員亦都沒有當是一回事, 因為這些失蹤案每年都有很多, 要找人不是那麼容易。 現在發現這條屍體是令到警方好像看到有少少破案的希望, 他們是馬上調出鄭小花的檔案, 就仔細去對比身體特徵、身高、體型, 包括是年齡都好吻合。 而為了再進一步去確定死者的身份, 警方亦都聯繫了鄭小花的父母, 要求他們提供DNA的樣本進行對比。 同時法醫團隊亦都有對屍體進行解剖和檢查, 希望能夠找到更多線索。 警方便開始慢慢整理鄭小花失蹤前後的所有細節, 希望能夠找到之前被忽略的關鍵線索。 就在所有人都對死者的身份覺得疑惑的時候, DNA對比結果出來, 結果證實, 這條屍體就是失蹤了很久的鄭小花。 這個發現令到警方和鄭小花的父母都好震驚, 明明是一個所謂品學兼優的小朋友, 為什麼? 那麼小就懷孕, 為什麼會死在井裡面呢? 而為了將這個案件調查得更加清楚, 警方決定由鄭小花的肚子裡的BB查起, 他在考慮會不會是屬人犯案呢? 警方就對鄭小花這條村裡所有的成年男人進行了DNA的採樣, 這個決定在村裡引起不少反應。 在採樣過程中, 村民不斷在說, 有人認為為了盡快破案, 這樣做沒有任何問題, 但亦都有人擔心自己的私隱受到侵犯。 不過警方都好耐心, 又和村民解釋這個做法, 就強調只不過是查案還回公道給死者, 而村裡的書記老王站出來帶頭接受採樣, 他和村民說大家不要有顧慮, 為了小花, 亦都為了自己的清白, 大家配合下工作。 在他帶動下, 所有村民都開始做DNA採集。 之後幾天, 個個都想快點知道結果, 想盡快找到兇手。 直至於這個過程中, 警方收到全部DNA對比的報告。 報告顯示, 胎兒的DNA和村內45歲的一個男人, 叫陳建國的男人高度吻合。 這個結果令到所有人都很震驚, 因為陳建國是鄭小花的鄰居, 而且他和鄭小花一家的關係都很好, 他家裏有事時, 他都會走過去幫忙。 沒人猜到, 這個看下去對鄰居熱情友好的人, 竟然與這件慘案有關。 於是, 警方去到陳建國家裏對他進行審訊, 面對這些證據, 他承認自己的罪行, 亦交代整個犯罪過程。 原來陳建國一早就對鄭小花很有想法。 當日鄭小花想要拿錢買書, 但父母不在家裏, 他就找到鄰居陳建國想問他借少少錢。 陳建國見過小朋友、父母在家裏, 所以就動了歪心思, 他跟鄭小花說, 我可以給你100元, 但你要和我玩一下。 就是這樣, 鄭小花在今前的誘惑下, 就跟陳建國發生了關係, 而他的惡夢就在這裏開始了。 之後的陳建國經常用各種藉口, 去接近鄭小花每次都拿著100元去誘惑他和自己發生關係, 鄭小花都不知怎算好, 只能夠是他來到, 按他意思這樣做, 他亦都不敢跟任何人說, 他怕被同學和老師看不起, 更加是怕影響到他父母。 一直去到2012年的8月, 鄭小花發現自己帶肚子, 他第一時間就找到陳建國希望他能幫忙解決這個問題。 陳建國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整個人好慌, 他好怕件事會敗老, 亦都怕自己的生活會毀滅, 更加害怕要承擔法律責任。 於是去到2012年8月21號, 亦都是鄭小花失蹤的這一日, 陳建國就欺騙鄭小花, 說要帶他去醫院做檢查, 然後帶他去到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陳建國就用條繩拉住了鄭小花的頸, 就是這樣殺了人, 這個17歲的少女就是這樣死了。 而為了掩飾自己的罪行, 陳建國就將鄭小花的屍體 丟到隔離村的一個基井裡面, 然後丟到石頭去企圖令到屍體沉到井底。 他以為這樣做, 就能夠永遠掩埋他的罪行, 但法網恢恢疏而不留。 這一個陳建國最終, 就因為故意殺人罪, 是被警方去做了一個處理。 不過在這裏都講多少少, 其實殺人這類這樣的案件是多的, 整個殺人案, 大部份殺人案, 最難處理的就是屍體。 因為你要去處理好屍體, 讓人查不到, 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來的。 再加上現在, 無論什麼地方都好, 都是有好大量的監控。 而在法庭上, 陳建國的倒塌頭不敢出聲, 法官問他認不認罪的時候, 他把聲都震了, 就說認罪, 說當時只是個老一時糊塗, 只想著怎樣去保住自己。 而在旁聽席上, 鄭小花媽媽好幾次都情緒失控, 就說要衝上去跟陳建國拼命, 而法警亦都有阻擋他, 不讓他衝上去打人。 鄭小花的爸爸眼神相當空洞, 整個雕像坐在那裏。 而檢察官在法庭上, 被告人陳建國的行為是剝奪了年輕生命的未來, 而且是令到受害人家庭造成無法彌補傷害, 所以應該要依法去嚴懲他。 但法庭怎樣判呢? 法庭最終判陳建國死刑, 緩刑兩年執行, 剝奪政治權利中生。 這裏緩刑兩年執行, 如果他能在這兩年表現良好的話, 有機會變成無期徒刑, 坐一輩監就不用死。 如果他在服刑期間表現又再次良好的話, 他是好有機會不用坐一輩子, 可能坐二十幾年就能出到來。 這個案件當時有很多人在討論, 而這個死緩基本上是死不了的。 對於死者的家人來說, 是否又公平呢? 好啦,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邊留個言吧,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